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 已经遭遇过很多次 我什么都没说 也什么都没做 可是第二天 新闻都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的经纪公司会告诉我 说低调一点 我就觉得我低到不能再低了 感谢观看 豆豆还傻傻的说 妈妈对方要查学生证 然后我也傻傻的说 哦那你有带吗 她说有我有带哦 就拿着学生证就跑到教练面前 那后来才知道说 哦国中生是不可以打的 那我们也就乖乖遵守规定了 豆豆只有 我们就在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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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整个比赛完了 对方的对手也离开了 然后我们再合照 合照完 豆豆就拿起篮球开始投篮 就是手很痒 脚很痒 然后她就投篮 这样 然后我看她还是笑笑的在投篮 我就稍微放心了 因为她很 很爱篮球 然后她只是觉得很可惜 刚刚那场比赛她不能上场 就这样 我觉得孩子真的是来教育我们的 我就觉得我低到不能再低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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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 打开YouTube搜寻中天娱乐频道 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精彩新闻不漏洁 这样的複款